党中央的元旦升旗典礼 国民当中的候选人何友宜正在发表谈话 台海一直没有稳定 面对 全球的经济 我们依然看到 舒缓力道非常的减缓 尤其台湾 切工切料 甚至切电 让我们 低薪 高通膨 高物价 让我们台湾的经济 没有办法往前舒展 尤其面对 中国 贸易壁垒调查 以及轻易经济 我们都没法 加进 多边双边 与单边的贸易 我们没有办法 惨你 后世没有办法 签订更多的 国家 这些都是台湾经济面对的挑战 这些挑战 是人民最关心的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大家记得吗 人民选出来就是 欠 欠 缺 缺 就是缺 民进党 缺乏 执政能力 更缺乏 反省能力 人民 最愤怒的是什么 连一个蛋 民众每天要吃的 食品 居然也切 不但切蛋 又胜蛋 又把它变成坏蛋 所以这都是人民的 愤怒的声音 在今天 我面对 此时此刻 除了我们升国旗 唱国歌以外 更重要的 再隔11天 我们就要选出 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 是中华民国 民族自由制度底下 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我们来宣出 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 来代念 我们的国家 最重要 在此时此刻 全球最关心的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底下 在民族自由制度 要怎样选出一个总统 所以大家很关心 关注的底下 我们看到 赖清德 说了 中华民国 是灾难 下来又讲了一句话 不对 是中华民国宪法 是灾难 我记得 前段时间还 中华民国是宪法 请问 中华民国的根本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 既然中华民国宪法 跟中华民国是一样 我相信这句话 听在中华民国的国民 内心 一定 有很深 的想法 尤其赖清德 你内心的想法 是台独 就是引战 就是引战 就让 台湾人民的生命 我就要保护 付出 今天 侯友宜 一定 作为 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我特别提出了 是引战 让台海不安定 甚至爆发 区域 的冲突 所以 面对 这场 险战 我一定会用 我最大的力量 赢得胜想 在此时此刻 新的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每天打麻将 iPhone从天降 明星三缺一 等你来加一 中华民国 是台海 赴国神山 台湾 团结共好 中华民国 永续 繁荣 请大家 最后请大家 ADN 3号 侯康佩 3号 您看到的是 国民党中的候选 侯友宜 在国民党中央 元旦升起典礼 发表最新谈话 谈到这过去一年 台湾人民最担心的 就是经济问题 认为过去一年 民进党缺乏执政能力 更缺乏反省能力 在新的一年 侯友宜最深的盼望 就是中华民国 能够永续繁荣 力拼政党轮替